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很难在编辑后台发现的内幕情报 你现在所看到的是我国通讯社马兴社的每一天的新闻图库 但是巫统大会连续三天下来 激情的你马上会发现 慕尤丁和敦马哈迪 即使前天和昨天分别出现在巫统大会 但是马兴社几乎没有他们的新闻图片 只有他们跟其他领袖像是纳吉站在一起时才有机会入境 而今天各家报纸的封面设计 其中中文报的新周日报可说是最有序剧张力的 封面图片用三张连环图组成 以摄影记者的细腻观察 呈现给读者纳吉和慕尤丁的互动 两人从过去的亲密战友 变成现在的眉头深锁和脸色沉重 而在大标题上 纳吉除了强调不允许两限制之外 纳吉最新的亲密战友 可说就是伊斯兰党了 因为巫统有意要跟伊党一同打造以完美的伊斯兰教义治国的马来西亚 至于马来报和英文报 他们的编辑团队不约而同使用同一张的新闻图片 只是大部分集中在纳吉 深思历劫的特写时 轻爆的图片角度放长了 也让一旁的慕尤丁入境 不过在大标题和引言上 都是纳吉反击要他下台的声浪 表示不轻易退缩和投降 来看今天的其他新闻 翻开报纸经常会看到性侵或者是强奸的新闻 但你知道我国的强奸问题究竟有多严重吗 根据冰城妇女省觉中心所公布的数据 我国平均每年有3000宗强奸案头报 所以如果根据统计研究 在每发生时中只有两宗投报的情况之下来计算 我国大约每35分钟就与一名女性被强奸 而且数据也显示 大多数受害者都是16岁以下的女孩 不过强奸犯成功被起诉或者是定罪的比例 却是少之又少 根据内政部数据显示 2005年到2014年间的28741宗强奸案投报中 只有2.7% 也就是只有765宗被判有罪 你还记得大马机场公司在前几天 登报找寻机主的广告吗 日则新闻登上全球主流媒体之后 昨天大马机场公司董事经理巴里山透露 飞机拥有人的身份已经确认 每架飞机的机主不止一个人 而是很多人 但巴里山不愿透露拥有人的身份 仅强调绝对不是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而他们也已经多次尝试联络机主 但目前尚未联络上 至于当被问到为何大马机场公司这么久了 才处理这个问题时 巴里山解释说 之前飞机是停在飞机修理库进行维修 而这不在大马机场公司的管辖范围 但一旦飞机被转移到机场的停机坪上面 大马机场公司就必须采取行动 谢谢你今天的收看 祝你有一个美好的假期